這輩子值得你做什麼的只有你自己 你要為你自己做些什麼 但你沒有義務替任何外人做些什麼 我昨天寫了一篇文章 這是恐怖行人的特質 你一定要記得 如果有人想要控制你的生命 其實簡單一句話 如果有人膽敢控制你的生命 他就是你的恐怖行人 因為他喜歡到想要把你吃掉 他喜歡到想要讓你變成他的副屬品 而那個喜歡並不是因為 他愛你無私的喜歡 而是他愛他自己 極端到自私的喜歡 這種喜歡一點都不值得你尊重 所以 如果你看到類似這樣的情況 你遇到這樣的情況 當那個男生告訴你說 你要為了我做什麼 你要為了我不做什麼 請記得這輩子值得你做什麼的 只有你自己 你要為你自己做些什麼 但你沒有義務替任何外人做些什麼 請你記得 在你往後的人生裡 你在情感上不要妄想去當誰的救世主 沒有人值得你去拯救 也就是說當你覺得 這個人只有你才能拯救他的時候 你未來就會跟他有很大的機率 走到獄神聚的地方 因為他你救不起來 我希望在情感上 各位在未來的二十年三十年內 永遠記得你要優先取悅自己 然後為自己做很多好玩有趣的事 然後不要為別人做 不要為別人做 要為自己讓自己發生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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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惡